欢迎来到小杰印尼频道 小杰我在印尼生活已经八年了 在这里越久就发现这个国家讨人人的地方越来越多 下面小杰我列举了十点我不喜欢印尼的地方 大家来帮我评评你 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人民泰恒善 恒善和微笑是印尼人很容易被注意到的一个鲜明特征 数多来到印尼的旅客都一直提到 当地人的恒善是他们最喜欢这个国家的事情之一 印尼人会用先生小姐或哥姐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别人 对外国人则是称呼你是Mr.或Miss 请谢谢对不起也常挂在嘴边 印尼是个公认和善又有礼貌的国家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关于宗教的问题 千万不要乱开玩笑 亲者朋友跟你翻脸 严重的话还会被打 此外印尼人也乐于分享 他们看看你帮助穷苦人家 根据谁一下扣的数据显示 即使印尼人普遍收入不高 在出钱出力帮助别人的排名 印尼是全世界的第十名国家 那我为什么讨厌印尼人太和善呢 只是因为我的臭脸就没有市场了 气候太完美 印尼属于赤道国家 四季如下 但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热 这里的平地气温 平均约为26至33度 即使最热的时候 也不会像台湾这样 湿湿年年的 热得很不舒服 印尼的气候只分为雨季干季 雨季从9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 随后就是干季一直到8月 热带的雨季不会天天下雨 就算下雨通常也不会下太久 很少下雨超过半天的 如果下雨超过半天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总而言之 在尼的气候是非常易人的 我知道你会问我说 气候那么好 有什么好抱怨的 因为我很会流汗 比较喜欢穿很多衣服 不会流汗的冬天 美食太好吃 印尼的天然香辛料 世界知名 同时印尼美食 受到许多不同文化的影响 例如中东和印度的咖喱 中国的面食小吃 以及当地上百个民族的 料理交错影响 升华出了世界上 最有活力 最丰富多彩的美食 我们做过一集 介绍CNN旅游频道 票选的世界50大美食 印尼美食有三样上榜之外 居然连冠军 亚军 都是印尼的美食 想更了解的朋友 可以点击 这里看小杰和尼娜姐的介绍哦 而且印尼不止美食美味 他们的零食也都 超赞的 这让我觉得很讨厌的原因就是啊 你们看我以前 肉肉的就知道了 这都是 万热的印尼美食爱的 美景太多 这个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我的不满 我从台湾来印尼已经迈入第九年了 每次在网路上看到别人介绍成千上万的印尼自然美景 我去过的真是太少了 印尼除了有世界排名第三长的海岸线 境内高山瀑布 美景无数 还有一万八千多个海岛 有人算过 这些海岛你每天在一个海岛再上一天 这样你要花46年才能把所有的海岛都住边 就说我们最爱去的巴黎岛好了 我们已经连续去了八年 每次玩它一个礼拜 但是攻在巴黎岛就登记有一万多家旅馆 我们有住过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巴黎岛有名的泛舟跟海豚一起游泳等这些都还没玩过 你说这样的国家气不气人 就算拼了命玩也都玩不玩了 陈氏景观美 我在来印尼之前 一岁到七岁 我都是待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虽然也常常回台湾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高楼大厦长得都是那个样子 从来不会觉得说 这些大楼真的是很有艺术美感 尝心悦目 这一切来到雅加达之后就完全改观了 原来人家的高楼大厦可以盖得那么美 看看人家空派的这些高楼大厦 相信在很多认为印尼是落后国家的人 应该会跌破眼镜吧 比较起来是不是觉得台湾的大楼美感差了点呢 购物有便宜 有时候觉得台湾的代理好像赚太多了 我们现在在印尼购物都会先跟台湾的比价看看 查查台湾的价格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买贵了 结果不才还好 查了气脑 有些东西的价格真的差很多 像我爸买过的日本车用空气滤清剂 我妈妈买的日本缝纫机 我现在在用的无线麦克风 还有韩国的化妆品 日本的保养品 上次我们去巴厘岛瀑布的名牌方水袋等等 都是台湾的七折到五折价格 这个讨厌的点呢 下一段我们来一起说 你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好的年 网路太方便 在你用网路过生活 好像比台湾还更方便 交完卖叫车寄东西 缴费 叫司机帮你买东西 等等都可以透过GoJap一套App完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制作的实用介绍与教学 虽然这个介绍和教学 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现在又更新一些服务内容 不过YouTube上的中文介绍也就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最后有想来印尼巴厘岛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介绍哦 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 这就是网路太方便这件事 在印尼还有很多家电子钱包 就算你去十几商店消费也可以享受折扣 另外呢他们的网路银行也非常成功 我爸都是利用网路银行转账到电子钱包 再用电子钱包消费 完全不用上银行找ITM 此外一些印尼的购物网站也跟电子钱包合作了 利用电子钱包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消费 不用一笔一笔转账 是不是很方便呢 以前我爸妈还会带我去shopping mall走走购物的 现在他们只会在网路上买东西捡便宜 都不带我出去走走的 你说气不气人 回家堂找人秦梦 你能想象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暖也没亮 就有人来敲你的门叫你起来拜拜 你会不会翻脸呢 你可能听过信奉回家的穆斯林一天要拜五次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们会用很大声的广播 长通经文 通知左右邻居拜拜的时间到了 而且一天中的第一次是大约四点半 相信大家都很少在这个时间醒来 在这个时间被吵醒是每个刚到印尼的人都有过的经验 印尼有接近九成的穆斯林 如果扣除巴尼岛多为印度教 和巴布亚多为基督教 其实在爪哇的穆斯林比例更高 我知道你们很虔诚 伊斯兰教是教导人为善奉献的好宗教 但是你们就不能替不是穆斯林的我们着想一下吗 提醒要定居在印尼的朋友 如果你要找房子又不想在四五点被吵醒 一定要善用Google地图 不要房子都租了买了 睡到半夜才发现旁边就是微教堂 那么如果没办法习惯那个老人清梦的唱颂的话 那就只好跟着每天五点起床了 喂 淹水的雨季 刚提到这里的气候宜人 一年只分为干季和雨季 雨季的降雨通常不会超过半天 以我在雅加达的情况来说 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两个小时之内雨就停了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 但是 如果这个下雨的时间拉长了 雨势又比较大的时候 那就常常会发生淹水的情况了 理事上就发生过几次这种不正常的降雨 导致雅加达淹水的情况 听说某年雅加达大雨造成淹水 有一些台商老板被困在公寓里 数日无法出门 后来员工还租借橡皮亭来救人 才对拖困 这种淹水的情况没几年就发生一两次 尔加达这个省区 有十几条河流贯穿 有些地方地势又特别低 那就更容易淹水 淹水就会造成交通打劫 原本上班一小时回家的车程 因为淹水的情况 而变成五六个小时 这种情况我爸也有碰到过几次 不过这点印尼人似乎很能顺应天命 苦中作乐 都淹水淹成这个样子了 他们还能在淹水中找到乐趣 还拍成各种搞怪影片 迫在网路上 印尼人有不知道就会死病 在印尼的大城市中 跟别人拥有的时间 印尼人几乎一定会迟到 迟到的借口只要推给塞车 大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 早年像是雅加达的交通 真的状况很不好 在2017年的时候 还排名世界第四塞车的城市 可能是那个时候建设的速度 还没有跟上汽车的成长率 或是大众运输交通做得不够 那时候的人们最常说 我在车阵中慢慢老去 渐渐地大家习惯了这种塞车的日子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 反正找到也是要等别人的机体意识 像是在雅加达的婚宴 如果是六点开始 通常到接近七点 人们才会开始陆续出现 当然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社会现象 浪费你的时间 我的时间 有时候一些事情一单个就不成了 即使现在雅加达塞车的情况 已经大幅改善 有四通八达的公车系统 市区还有捷运 但是爱迟到的社会现象 短时间还是无法改变了 以上就是十点小杰认为 印尼讨人宴的地方 如果是住在印尼或雅加达 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各位如果有什么讨人宴的点子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搞不好我们可以再做成一集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是小杰印尼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 小杰持续给大家介绍印尼 好吃好玩的东西 还有有趣新奇的开箱 请订阅按赞加小铃铛 小伯二错过我的更新哦 小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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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尔